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今天的第三个实验,GRE over IPsec,其实上周我们讲过GRE,其实我们还要再做一下GRE,然后呢,再做IPsec来保护它,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周我们讲GRE的时候的一些点,一些知识点,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其实这个还算是有一定的实用性,因为GRE虽好,但是它没有安全性,不认证,不加密,不做完整的一个校验,所以我们需要通过IPsec来有效的对它进行保护,叫GRE over IPsec,其实应该这么说,我很少见在非思科产品上见到GRE over IPsec这个技术,因为说实在的,GRE这个技术是思科的, 当然,你也知道思科嘛,它一些产品,一些技术,它开始是它自己的,然后用着用着,它会变成公有的,现在应该说大家都可以用,但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很少见其他厂商公共支持GRE over IPsec,GRE其实都很少见,当然华为你也知道那什么都是可以支持的,那GRE over IPsec也算是它支持的一个,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东西,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把GRE做了,我们先把GRE简单做一下,回想一下上周,我们所讲的内容,GRE先做了啊, 我们今天的依然,还是先把这些地址填好,地址是,依然叫LAN1,网络我们看一下,网络跟刚才差不多,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网络是172.16.1.0-24,然后网络2,192.168.1.0-24,然后防火墙1,202.1,100.1.11-32, OK,好,首先把这个弄好,然后呢,服务这一块,咱们一点一点加,咱们至少先把GRE加了, 好,然后呢,我们再把服务组加了,一会再往这个服务组里面加协议, GRE over IPsec,当然呢,我讲课嘛,他讲的比较讲究一些, 啊,协议都放得非常的细,你在工作当中呢,你非不这么放, 你放得粗犷一些,其实抵达自身的,其实我觉得放一些粗犷一些, 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啊,只是为了,既然我是在上课, 那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呢,说得更细致一些,先把GRE放进去, 一会儿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再往里面继续加一些成员, OK,啊,同样的两边都做啊,刚才我应该在防火墙2上做的, 但是这个东西是一样的,防火墙2,防火墙1都是一样的, 同样的,LAN1,172.16.1.0-24, 然后呢,LAN2192.168.1.0-24, 然后继续防火墙1, 202.1,100.1.1.11, 32, 防火墙2, 202.1,100.1.12, 32, 啊,这个,这个行, 然后呢,我们来继续做服务, 新建一个,GRE, 请追IP, 写号47,刚才ESP可是50啊, 47, 好,然后呢,再做一个组,一会儿我们还会把东西往里面放, GRE over IPsec, 先把GRE往里面放,一会儿还要放啊, 这个做好, 下面呢,我们再回想一下, 上周我们讲的, GRE, 就纯GRE怎么做, GRE, GRE, 新建GRE, 然后名字叫QY糖, GRE, 这个并不重要, 然后呢,我们把GRE放区域, 这个时候呢, 建议啊, 建议, 我们这样, 我们建议创建新的区域, 讲究一点, 应该创建新的区域, 比如说叫GRE, VPN这个区域, 讲究一点, 应该这么做, 因为, 毕竟, VPN进来的流量, 跟源自于互联网的流量, 那么, 还不太一样, 那互联网的流量呢, 应该是特别的特别的不可信, 但是VPN进来的呢, 还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 应该单独来建一个中, 来单独的来控制VPN的流量, 而不应该混着跟Entrust一起来控制, OK, 所以呢, 我建议你还是能够单独做一个种出来, 那安全级别呢, 也稍微做的稍微高一些, 这跟SK有点像啊, 安全级别比如说, 我们来个30, 肯定比这个Entrust的5要高一点点吧, 好, 同样的防火墙2也这么做, 我们在做对象的时候, 网络区域新建, GRE, VPN, VPN的这种, 然后呢, 刚才30, GRE, 这也做了, 然后呢, 我们再开始创建GRE的隧道口, 叫QY糖GRE, 然后安全区域呢, 要单独用这个VPN的这个区域, 不要用这个什么Entrust, 都不合适, 你应该单独做一个VPN的种, 然后单独对VPN种进来的流量, 做单独的控制, 这才是讲究的, 好, 然后呢, 在两个之间互联互联的网络, 你应该可以设计一个, 设计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网段, 设计一个的172, 这个是192,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 比如说172, 16100点几, 然后做互联都可以,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设计的比较简单, 我们这设计的应该就是, 一边是1.1.11, 一边是1.1.12, 我们先就这样啊, 1.1.11, 24位, 好, 然后呢, 原地址, 是2.2.1, 100点1.11, 然后呢, 远端是2.2.1, 100点1.12, OK, 好, 这些就不做了啊, 我的tunnel的source, 我的tunnel的目的, 我的tunnel的IP地址, 我的zone, 我的接口名字, OK, 然后远端也是, GRE 新建 QY糖 GRE 然后重还是单独的用这个重 我的地址是1.1.1.12 那边是 11 那我这边就是12 是一个网段的 202.1白点1.12 202.1白点1.11 好 GRE呢也算是做好了 下面呢就是各种流量的放过 始终是比较麻烦的 流量放过 我们新建一个 我们叫做 GRE 或者说我们叫VPN吧 写个名字合适一些 Trust到UnTrust Trust到UnTrust 我们防火墙1内部是 Lan1 远端是Lan2 那这就可以了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VPN UnTrust到Trust UnTrust到Trust 远端是Lan2 我们本地是Lan1 UnTrust Trust OK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GRE有量 GRE 或者说咱们叫VPN traffic In 写这个名字吧 然后由 In说UnTrust 到Local 然后远端是防火墙2 本地是防火墙1 然后这个流量 这个当然是GRE 暂时只有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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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1 由Local 到UnTrust 防火墙1 到防火墙2 流量是他 Trust Local 防火墙1 Local 防火墙1 Local 这个应该差不多 同样的 那边也这么做 这个讨厌的地方 就在于这个配置量 确实有点大 新建 VPN Trust UnTrust 原重 原重是Trust 目的是UnTrust 原地址是Lan 防火墙2 Lan2 这个项目标点晕了 其实说实在点9了 确实容易让人晕啊 防火墙2 Trust 是Lan2 UnTrust Lan1 这个走 微信 UnTrust 到Trust UnTrust Trust 然后是 UnTrust Lan1 Trust 是Lan2 好 这个流量走 继续 叫 VPN Traffic In UnTrust 到Local 原地址 原地址是 防火墙1 过来的 我Local 是防火墙2 然后呢 我放现在只有GRE 走 再新建一个 微信 Traffic Tick out 从Local 到 UnTrust 原地址是 我是防火墙2 远端是防火墙1 然后协议是 他 好这个做完 路由 路由 还需要解决 永远要记住一个问题 VPN 是一个路由技术 没有路由 你就别想玩了 肯定是有一个路由 一定要注意路由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路由 一定要记住 要把这个路由给指了 指到Turlco也行 指到下一跳也行 这并不重要 静态路由 我们新建静态路由 我们的防火墙1 我们指防火墙2 19 2168 1.0-24 由于是点对点 GRE隧道 点对点 那其实就可以选 GRE隧道 这个没问题 在防火墙2上 网络 路由 静态路由 新建静态路由 远端 远端是 172.16 1.0-24 出接口是 GRE OK 好 出接口 请注意啊 多路防网络 像 这个 以太网 或者说 像斯科DMVPN的MGRE 一定要指吓一跳 但是呢 点对点网络 例如我们的点对点 GRE 我们的PPP的链路 或者说 斯科的SVTI的隧道 点对点链路 指接口 是正确选择 指IP也没问题 但是多路防网络 一定要指IP 指接口 一定会出事 所以说这个指接口 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这边也指接口 好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这GRE 应该是上周讲到啊 我们当然一会我们会 做IPSEC 我们PIN 我们防网架2上 我PIN 172.16.1.100 嗯 这个没有起来吗 172.16.1.100 172.16.1.100 172.16.1.100 看来是哪做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防护墙1 指192的路由 这边指172.16的路由 路由到应该没有什么错 我们看侧里啊 侧里有没有放丢什么 难一难二 难二难一 防护墙2 防护墙1 1 防护墙2 防护墙1 Local 防护墙1 防护墙2 这个没有什么 策略 trust untrust untrust trust 防护墙1 防护墙2 我先确认一下 是不是我的 策略的问题 这个手里可以先 先把东西全放再说 看看我确认一下 是不是我策略放错了 还是路由放错了 还是哪做错了 应该是策略问题 你看都没有匹配相 好 可以确认是策略问题 基本上这可以确认是策略问题 是什么策略问题 好 表示这种流量 是放过了的 问题 这应该是 我感觉这应该是我的这个 上面的策略问题 烂2烂1 19281.0 172161.0 我再把这事儿再细化 这个是允许的 然后trust 是通的 就是肯定可以判断这是策略问题 pce 我pcr再聘一下 那我怎么觉得像下面这个地方放流问题 2211 Local onTrust onTrust Local 防我向一防我向一防我向二防我向二 防我向二 我想想到底是哪一个我放错了吗 默认放any就过了 嗯 排二错啊 就顺便练一下排错 我们上面的那个 似乎是没有匹配相 一直匹配不上 哦 我知道我错哪了 我已经知道我错哪了 错哪呢 我现在知道我错哪了 就是我的vpn 我这个网络 它这个 gre 那个口 它不是 onTrust的 它是属于gre vpn这个区域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放错了 我记得好像我经常做这个东西出错 好 比如说呢 这是Trust到哪呢 这明显应该是Trust到 grevpn 然后这个呢 应该是 grevpn 到Trust 这是对的 突然想起来这个是 我错在这了啊 然后呢 onTrust都换为 grevpn onTrust都换为 grevpn 好 然后呢 把这个放过 把这个禁用 你看这是一种思路啊 你可以把先放过 然后来看看 如果说你放过了 还过不了 那就不是策略的问题 那肯定是你vpn的策略问题 但是放过了就过了 那应该就是你策略问题 OK 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到底判断你的vpn做错了呢 还是判断你的策略做错了 你的上来把策略全放 再的话 哎放过了 表示策略问题 如果放了之后还不过 那就是vpn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判断啊 刚才我一放过了 那假如我策略错了 我就一直在看我策略 当然呢我一直看我策略 也没有选错呀 后来我想了想 我的接口 确实不是 onTrust 确实是grevpn 我单独为 grevpn 等到这儿了 今天呢主要是 我们要做ipsec 来保护他们 ipsec 来保护他们 那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啊 这应该是 我ccng security 就讲过的理论 那么 我们这两个站点 走gre隧道 做完了之后 这个基本上差不多 只是这应该是 防火箱2 我们来想想流量是怎么样的 这个流量 我坏的啊 从左边到右边 那么 在这个内部网络的时候 那原因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 172.16.1.100 然后 目的ip 应该是 192.168.1.100 然后里面呢 可能是 ismp 然后加上 ismp的一些 数据 OK 这是这个 这个包 它的内部应该就长这样 但是如果说呢 它过了 GRE封装 GRE封装 是长什么样的呢 GRE封装 就会在这个前面 加一个 GRE头部 然后再在更前面 加上 TURNEL的Source TURNEL的Source 202.1 1001.1.11 然后 目的ip 是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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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就是我们的GRE 或者说呢 我们也可以再次用什么方法来证明呢 抓个包来证明 这是外层IP地址 然后 这是内层IP地址 都是名文 GRE并不加密 OK 然后是GRE 头部 GRE头部其实只有四个字节 这是内层的名文的数据 我们可以来抓包来证明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可以PIN一下 可以印证一下 刚才我的这种画的这个东西对不对 我们展开任何一个看看 看一下 外层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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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层IP头部 这应该是反了 我一点点点另外一个 这个 刚才应该是回来的 看来印证一下 IP头部是 2.2.1 白外层是2.2.1 白点1.11 到2.2.1 白点1.12 对吧 好然后呢 这是GRE头部 GRE头部 他这个IP呢 表示GRE封中的IP GRE头部 这其实只有四个字节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字节 OK 然后呢 内层是明文IP头部 是172.161.100 到192.168.1.100 然后内部是明文的 ISMP的头部 ISMP的头部 然后后面是ISMP的DATE 非常清楚 OK ISMP的DATE 这就是我们的 GRE的流量 不管是从我这画 还是我这抓包分析 都能够印证我这个 做法是对的 好下面呢 我们想做什么呢 就是 不管你 什么流量 进入这个GRE隧道 那么都会被封锁成这样 就是里面呢 也许里里面 这除了172 这可能这边 还会有什么 X网络 这边还有Y网络 再有A网络 再有B网络 不管你这有 什么网络 它也其实也就是说 在里面变成了X到Y 里面变成了A到B 里面可能会再变化 但是不管你里面 你怎么变化 在外面总是 202.100.1.1 到202.100.1.2 这两个Global地址的GRE流量 那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 做IPSEC 来对这个流量 把它当这个流量 当感兴趣流 来进行加密 来进行保护 那加密之后 会长什么样的呢 但是加密之后的抓包 可能就看不太清楚了 加密之后就长什么样了呢 加密之后就 看一下 加密之后 那就要看你用 一会可以用传输模式和隧道模式都可以 这个时候 就会在原始的 可以就在原始的头部和负载之间插入一个ESP 然后对原始数据金加密 OK 而且你看这个方法是传输模式 然后隧道模式也行 都无所谓的 OK 就是说呢 我们的感情预流就是 IPSEC感情预流 就是202.100.1.11.12的GRE流量 我们通过IPSEC来保护它 OK 如果说你还想知道更详细的理论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我的CCND Securities课 那课可能会讲的更详细一些 但我觉得我刚才基本上也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说的比较明白了 我们有IPSEC来保护它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来做我们的IPSEC的策略 我们来做IPSEC的策略 我们在防火箱1上 首先啊 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对象重新的添加一些 因为加密了之后 那可就不是GRE了 啊 会有ESP的流量 ESP是50 GRE是17 这个一个 然后呢 还会有IKE的流量 IKE是UDP木装口 500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服务组里面 把IKE和ESP都放过来 同样这边也是 对象 服务 先创建服务 ESP IKE ID写计号是50 IKE 物理缴口号是500 服务组 ESP过来 IKE也过来 好 相当于呢 这个物理接口上 这个流量也就已经放了 啊 这种放法就有这个好处 我改一下 改一下那个 服务组 基本上这也就自动被放过了 他应该有这么一个好处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做IPSIC 网络 IPSIC IPSIC 新建IPSIC策略 然后呢 我们叫GRE 我们叫PY糖 QYT GRE IPSIC 好 本地地址 哎 这没错啊 我其实随便选一个 我选错了也没事 选错了我一看地址不对 就可以了啊 随便选一个 二点二点一百点 一点十一 十二 这是本地加密点 远端加密点 欲共享密要认证 好 比较有特点的啊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感兴趣留 呃 比较有特点就是感兴趣留 呃 这是本地二年二点一百一点一点十一 二年二点一百一点一点十二 协议 你可以看一下 他不能够选GRE 其实正常讲究的话 应该是要选 GRE OK 那就只能选A0了 好 当然协议那就别管了 那因为又是两个华为防火墙来对 那所以说呢 这个默认策略两边都一样 那就就可以了 再把感兴趣留写好 啊 把外部接口选好 本地加密点 远端加密点 然后欲共享密要和密要写对了 基本上也就可以了 保持默认啊 先保持默认 然后这边也是 IPSEC IPSEC 策略 新建IPSEC策略 QYT GRE IPSEC 然后本端 随便选一个 选对了啊 202.1 202.1 100.1.11 这是Cisco 然后感兴趣留 我202.1 100.1.12 202.1 100.1.11 请注意是这个啊 不是什么172 不是192 我们加密的是这两个点之间的GRE流量 这就对了 OK应用 好 这就这就好了 流量了当然了刚才其实都已经放过了流量也已经放了路由也已经做了下面呢我们就来监控一下我们来触发一下流量 OK 搞定 你看 已经加密了 加密了 OK PC1 双方向都可以走 看到吗 这个OK 这就是GRE over IPsec 就是其实走的GRE但是呢 又比IPsec加了密 好下面这样啊咱们可以再讨论一点其他的 比如说其实呢 你看它默认是这个隧道模式我觉得其实不太推荐隧道模式的话 应该加密之后就不长这样了加密之后应该我再给你讲一下 如果说是隧道模式的话它也能通 但是它这个就不应该长这样了 它会把原始的数据放到里面 隧道模式嘛啊 它会把原始的数据放到里面在外面再来一个 这是ESP 这样啊 再加一个全新的IP头部 然后把以前的数据放到里面 然后来一个ESP 这样的话就明显效率很低了 你看两个IP头部 相比于刚才我们的传输模式呢 每一个包都增加了20个字节 那么每一个包增加20个字节也就意味着每一个包少传20个字节 所以说呢这并不优化 所以说呢我们来试试看啊 司科反而要建议要敲传输模式的 我也敲传输模式 然后这边呢 我们也改一改 再改成传输模式 好两面都改完了 这样的话我们再把IPsec监控把这个删了 请注意一定要删掉啊 删掉只有重新协商的东西才是对的 这也没有了 再试试 OK没问题 这个也没有问题 传输模式的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在mini行里面再看看 我可以看一下它的模式传输模式 OK传输模式会效率会更好一些 OK这个没问题 然后下面呢我们还有一点可以稍作优化一下 其实现在的网络上 其实并没有 应该这么说啊 就是从这个接口进来的时候 从这个接口进来的时候 其实现在物理口 其实并没有GRE了 因为GRE已经被加密变成ESP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对象 在服务 在服务组这个地方 其实GRE是没有什么太多必要 要要的 我们来试试看啊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尽量给大家做的更精细一些 既然你精细的都能通了 那你粗犷的当然可以通了 是吧 我上课当然应该给大家讲的更精细一些 这个GRE应该也就没有必要了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测试的时候 一定要清掉SA 重新再来 否则的话 你测试没有意义 因为还是用老的SA做的 再看一下 这个IPsec 应该也就 这个没有了 OK 表示这个 应该是并不影响的 完全没有问题 OK 好 那么这个时间基本上就讲的差不多了 但我解释一下 其实呢 可能我们会在 我们会在 这个后续的HCMP的部分 来讲入屋协议 因为其实你在两个设备之间 建这种GRE的这种隧道啊 建好了之后隧道及VPN 那其实静态路可能定不太合适 可能你会考虑用一些动态入屋协议 比如OSPF 比如RIP之类的 在里面跑 来传递路信息 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今天呢 我们因为是HCNA 所以说就讲到这个地方 就已经很不错了 OK 我们再歇一会儿 我会把这个拓博再硕实化一下 我们来讲今天的这个L2DP OVER EVERYSEC 这是真机来做的 因为基本上 蓄力技能讲的实验 基本上也就讲的差不多了 下面要从真机开始